现在呢 我要介绍是在汆汤春天旗舰馆喔 那这边的楼梯呢 就是从SPA旁边有个门打开之后呢 进来我们就要进到小孩最喜欢的疯狂的地方呢 卡兹乐园 这边呢 小朋友最喜欢开的车车 就在二楼这里喔 那这边有开放时间 那现在是因为我怕人很多 所以我是避开了 避开了这个时间 然后呢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因为已经他休息的时候 为了不想看到很多人呢 我们特别挑选没有人的时候 来拍给大家看 首先看到这个卡兹乐园呢 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车子的部分喔 车车的部分 电动车 还有可以 哇 你看看 各个牌子的好不好 缩小版 看你要开哪一种 白的 黑的 红的 超跑喔 不同的 开可以选车子喔 那这个是有体重限制的 要记得它是有限制在25公斤 25公斤以下的 然后年纪是3到8岁喔 3到8岁才可以来使用喔 太重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因为它是小车子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还有鸡腿耶 太可爱了 好大的一只鸡腿 还有这个鸡翅耶 这个抱枕真的是太爆笑了 让妈妈坐在这边休息 等小朋友 但是它这个鸡翅真的很爆笑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呢 车子的话 这么多台可以让小朋友选 喔 这边等一下开白的 换一台又变红的 还可以开火车 还有蓝色的 还有这个 自己不会开的话呢 爸爸还可以帮你 从后面有没有 带着你走 所以这个是针对小小孩的话 还可以帮他扶着 让他自己这样子 不要说一个人放着他 爸爸跟着他 妈妈跟着他也OK 那这边的话是车子的停车场 非常多台停在这边了 现在车子在休息当中了 要充电了 然后这边有一整排的 都是红色的跑车 那这个轨道呢 就是这样绕一圈 跟着他这样绕着一圈 跑道绕一圈 那中间的话呢 还有疯狂的热园 像左手边的话呢 这边是比较安静的 安静区是积木区 然后这边是疯狂热园 还有热园区 那这是什么地方呢 它就是让你有没有 画画画 画完东西之后呢 你的东西就呈现在上面 跑去上面了 那这边就可以拿你要的东西 它就投影 你先把它拿来 涂颜色 这边有各种 动物的造型的 然后再模仿 泡汤的样子的感觉 这个好舒服 狮子在泡汤 它就是让你画一画 画一画 然后这边投影 然后投影上去 上去这边 所以小朋友呢 都是可以画出自己 独一无二的图样在这边 很可爱的图案都可以投射上去的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球池 疯狂的海底游乐园 这边的游乐园呢 什么样互动呢 除了这个呢 流滑梯啊 爬上去啊 以外 这个呢 就是可以投分 投投投投 可以得分 要打怪物的 然后可以丢丢丢 丢那个 有没有 过去 投下去就有分数了 我们来看看 我看我得分 我随便投一下好了 你看喔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实了 一分 我得一分 有没有 要打 打怪 有没有 这样子就是让小朋友这样 哦 我又打到了 就是这样子打的 然后像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 溜滑梯的部分 好 这个溜滑梯的话 小朋友呢 就溜下来 也是那种 我们看一下 打怪 这也可以打 是不是 好 有没有 投影 那小朋友这样溜滑梯的地方 从这边爬上去 然后溜下来的地方 然后里面呢 这边 爬上爬下呢 比较安全都在里面 不会跑到外面去 因为外面是开车子的地方 那刚好绕一圈 旁边是车子 中间就是乐园的地方 只是让大家开的 小朋友非常喜欢这样子 在里面玩球 舒压的感觉 可以丢丢丢 自己丢 好 那我们绕一圈来看一下这个 好 这边呢 我们跟着车子跑一遍 好 这边呢 待会看得到的话 这个就是安静区域 刚那边是疯狂区 那这边可以安静一下 这边还有寄物柜 疯狂区 以及安静区是不一样的 那安静区的话 就是玩积木 玩积木 这个是比较 小小孩的 如果怕被碰撞的 就可以在这边搬家家酒 玩积木 这边有搬家家区域 就不会被人家碰撞到 因为有的真的会害怕 说小朋友的话 有的太小 然后太粗辱去碰到比较不好 那这边就是让他可以在这边 比较安静的区域 后面呢 还有爸爸的区域 这边是亲子的厕所 这边还有放拖鞋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健身房 健身房是 他的也有时间限制的 他是三个时段 9点到11点 下午2点到5点 晚上9点到9点钟这样子 然后这边 现在卡兹童乐园的话 是大概晚上的7点钟就没有了 直到7点钟休息 那这个是在卡兹童乐园里面的 还有一个健身房 是躲在这边的 里面都还有放大毛小孩 小毛巾在那边 还有水 可以补充水分 好 捞过来这边的话呢 就是他的跑道 我们看一下那个 车子的跑道跑一圈 他就是这样子 开着车子绕了一圈 从后面这样绕过去 我们这样子走一圈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在春天 春天的旗舰款 浇西川湯春天的旗舰馆里面 那旗舰馆呢 是他们新的一馆 之前还有个德阳馆 是旧馆 那这是新馆 我们这次开的是新馆 新馆的设施比较多 东西很新颖这样子 这边还有影片 哦哦哦哦哦 蝙蝠 恐龙 这边车子的跑道 就是这样子绕着一圈 中间是 游垃圾狮疯狂的乐园的地方 这边刚好介绍过的 就是投影的地方 把他自己东西换一换之后 他投影上去 所以呢 一般来讲 很多人都会比较想要 赶快找到一点 为什么报到之后就开始开玩了 因为他到晚上七点 所以有的人就是如果下午早点来 就可以先玩了 然后玩一玩呢去吃个晚餐 早点吃完呢 可能趁关门前又再来玩一次 这样子应该大家就了解了 疯狂乐园的话 他是下午才有的 下午然后有 然后到晚上七点就没有了 所以记得要量整时间 妈妈们要量整时间 卡兹同乐园 好介绍给你们